甄子丹在节目里吐槽 托尼甲电影的武打动作是八十年代 香港功夫片完剩下的 他的电影的武打风格里 其实从我们香港那种武打片 八十年代那种武打片的风格 把他翻过来的 言语中 甄子丹心里面对托尼甲拍的电影并不服气 早在导火线上映之前 泰国动作演员托尼甲火得是一塌糊涂 以托尼甲为代表的泰国动作功夫片迅速崛起 当时国际上有这样一种说法 以中国传统武术为主的华语动作片的时代 即将成为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泰国动作电影 作为华语动作片的终生代力量 甄子丹自然不想在气势上被别人强压一头 于是下定决心要拍一部更加劲爆的动作电影 来证明自己 为了筹备导火线的拍摄 甄子丹前期工作也是做足了准备 特地请来了世界各地 自己合作过的电影动作专家 和众多国外的搏击高手 并整整花费一年的时间来学习MMA综合格斗技术 同时设计确定影片以中国武术为基础 运用大量搏击 泰拳为主的整体武打风格 主体方向确定以后 接下来要物色影片中和自己搭对手系的反派角色 2006年 甄子丹一个电话打给了邹兆龙 想让他出演导火线里的Tony 可是当时的邹兆龙一直在好莱坞发展 于是便直接拒绝了甄子丹 甄子丹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 这个电影不一样 邹兆龙就心动了 说服了不会武功的常威后 然后又把在周星驰功夫中 扮演苦力强的士行语邀请了过来 再配上老戏谷吕良伟和演技派古天乐 在演员阵容上导火线 也堪称豪华 在打戏上 甄子丹一贯推崇写实的动作风格 追求拳拳到肉的真实动作特色 不像传统的香港武打片 打斗的方式都是事先排练好 然后进行一个套招 为了呈现更加真实的综合格斗效果 开拍前 对打的双方只能获得简单的讲解和招数示范 到了真正实拍时 如有一方动作力道没掌握好 就会引起对方受伤 尤其是甄子丹 邹兆龙 士行语这些练家子 很多时候都是真打 稍不注意 很有可能会被对方打进医院 士行语在拍被甄子丹过肩摔的戏份时 本以为掉的钢丝是保护自己的 没想到钢丝绳的作用是为了将他摔得更高更远 以达到更好的观影效果 在毫无防备之下 重重地摔到地面导致左耳膜破裂 休息了好几个月才恢复听力 和甄子丹打得最爽的邹兆龙 腰部和腿部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采访时更是大到苦水 今天拍这片就很辛苦 我拍完这部片跟丹尼说 我拍完这部片我都不敢 不知道敢不敢接接香港的动作片 而吕良伟在拍完电影后 伤到右手指韧带 短时间的生活都难以自理 作为主演的甄子丹 打戏更加繁重 拍摄过程中多次受伤 特别是背部脊椎部 为阴旧伤被压缩成的七字形 如果不及时医治 甚至会影响呼吸 由此可见 为了拍好这部片 甄子丹真的很拼命 在最后和邹兆龙 长达八分钟的殊死战斗中 两人展现了数种 MMA经典格斗技巧 比如杀伤力极强的高边腿 巴西柔术的十字顾降服技术 巴西柔术的三角角技术 以及WWE美国职业摔脚的炸弹摔法 柔道的背后裸脚技术和拳击中的各种拳法等等技术 再配上丰富的镜头语言带来的视频冲击 更像一场身临其境的生死搏斗 遗憾的是 虽然在打戏方面极其出色 但是在文系和剧情以及制作方面的限制 电影上映后 香港地区仅仅取得870万的票房 还是内地的观众更给力 掌获3450万票房 虽然票房不理想 但导火线的动作戏份还是得到了充分肯定 甄子丹获得2007年第44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 和2008年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动作设计双尿冠军 2008年 甄子丹凭借叶问一脚 奠定了华语动作巨星的地位